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石头剧教 武汉非典2.0,这是我们在节目中讲的 我跟大家描述了我个人的看法 原因就是跟天命有关,跟天意有关 瘟疫,这东西是瘟疫,瘟疫就是瘟神 瘟神是天谴,是人做了恶事,做了坏事 违背了神当初造人的概念 可能做了就更恶毒的事情,甚至侮辱了真正的神 这些都将在真正的出现瘟疫的时候都是这样 比较典型的就是罗马 罗马人杀了耶稣,然后带来了一系列的天谴 这个大概三次是四次大瘟疫 这是有目共睹的,而在中国社会当中同样是这么延续的 那瘟疫复兴时期,我们都这都讲了很多 所以从各个角度都跟大家解释这样 那面对这种大天意大瘟神呢 人都是完全是无奈的 今天仅仅是一个武汉市 一个武汉市的本身的爆发的瘟疫 用了不到两个月的时间摧毁了整个中共的权力系统 摧毁了整个中共的医疗系统 它的一切都,它的一切的败向都在过程中展现了 那非典2.0,我们当时跟大家解释过 这是跟当时的中共的体制 跟中共的做法相关 2002年,2003年开始爆发非典 而当时的状况正好出现在活摘器官场 而武汉封城却应对在 同一天里应对在这个所谓的天文自焚事件 法轮功学院的事情 那习近平在有着绝妙的机会 却浪费了七年的时间 不能正视这种生命的 中共体制之下对生命的侮辱 对中国人的侮辱,对生命的侮辱 那从而它的自身的做法 引来了这种天谴式的一切 中共的灭亡,天谴的一切 这是一个命,这是个命运 而个体者可以在其中自救 这是我们一直跟大家分享的概念 所以我在节目中跟大家讲 这是跟这个当年的SARS有关 非典有关 所以咱们监制叫非典2.0 而在命名问题上的 世界卫生组织竭尽 总干事它拥有这个权利 竭尽权利替习近平为乎 第一,它不能出现武汉的名称 武汉,当出现武汉的时候 在这个时间点上,所有人都知道 会把责任放在习近平身上 因为是他主政的 而习近平的那种做人生命的特点 就是他现在展现出生命的那种 狭隘,自私,小气,卑鄙的那种 那种无能而有 一切本身都没有 而要表现出自己全能的概念 那种生命的卑劣一面 太淋漓尽致了 所以他不能接受 在以武汉地方为命名 而国际世界卫生组织 在借助他的权利 和表面上的那种人文的说法 就是不能有污名化 不能有地方 这是一个不能对任何人不公平 你娘死了你公平 你媳妇死了你公平不公平 你自己胎生这病你公平不公平 用权利的概念 用所谓人性的概念 做着非人性的助长 助纣为虐的做法 这是今天的示威组织 他在替共产党说话 不能给共产党污名化 所以这是一个很明确很明确的 第二个就是不能用非典 不能用非典 非典是中共体制当中 最失败的一件事情 而非典的背后呢 是有王岐山 这个要再牵扯到习近平为人的概念 我们所以在这个角度上 我们先说他命名 命名的事情 这个命名的事情会反映出习近平失去天命的 而且生命本身 做人的生命本身的那种悲劣 那种悲劣 我觉得才是这样 首先命名发生了极大的争持 一直没有命名 到11号 这就这两天 他宣布说 他用了新金挂 这是国内的 命名叫这么个东西 然后这个东西呢 是什么什么什么 而与此同时 国际病毒分类委员会 把它命名为非典2.0 二 对吧 非典2.0 这是没什么可讲的 所以这是出现 这命名系统 在国际社会中有三个机构 世界卫生组织 国际叫世界卫生组织和国际 国际病毒什么委员会 然后还有另外一个组织 所以这是三个不同的命名系统 世界卫生组织呢 主要是讲疫情 那病毒的概念呢 病毒委员会呢 是讲出它病毒的根本 还有一个委员会是 应该在过后一段时间之后 才寻找最终的命名 有人说法 这个命名还是临时的 但是世界卫生组织在有关病毒命名的问题上 说避免与地理位置 某种动物个人群体相关联 这是他表示的 一个正式命名很重要 可以防止名称使用不准确或者污名化 这个污名化的提出 我以为就跟习近平有关 一个病毒的出现 一个名字 写任何一个文章 对不对 叫什么四个W一个而驰 是五个W一个而驰 对不对 在哪 谁 什么时候 为什么 如何解决 写任何文章都这样 那在这样 把无数人带入死亡威胁的背景之后 说不能与这些东西相关 你放你个驴儿屁 你放你的非洲驴皮 对不对 那么胡说嘛 那命名出来这东西是什么 不是个东西 连正常的一个写文章的概念 一篇文艺作品 一篇文学作品 人家都要考虑到 几个W一个H 来给人一个明确的东西介绍 你这东西全都没有的话 那你说你是什么东西 没跟你说放你个驴皮 所以这是一个很特别的 在当初非典的时候 我没有印象中 在名称问题上 出现了太大的争持 当然那个时候 没有这么快的新闻途径 就是03年没有iPhone手机呢 大家没得这么争论 这个信息没有这么快 你想这只是间隔了一天的时间 就已经成为旧新闻了 那在当时来讲 那不是了 这个这也是前提 所以我眼睛里 世界卫生组织 完全成为了习近平的傀儡 而当他成为习近平傀儡的时候 这就是习近平背后所代表的共产党的一切 对人类整个地球人类带来的伤害的一种目标 直接的途径和作用 那将让人类 以后人们经历过这件事 让这地球上所有的人看到 共产党的邪恶 共产党框架下 共产党人的卑鄙 无能下奸与堕落 这是给后面人一意教训 所以我以为这是一种正常的 然后这就写了 这是因为新京报嘛 共产党的体制在拼命的解释 为什么起这样的名字 为什么如何如何如何 然后就写了国内的 然后他这里就提到一个命名的 学术概念 这是一种学术概念 SARS 2.0 国际病毒分类委员会发表声明 他跟世界卫生组织是脱开的 他将按照系统学分类学惯性 把他命名为SARS 2.0 因为该病毒是SARS冠状病毒的 解媒病毒 我跟大家解释过 我记得有一次节目我说了 我说他们就是双毛胎 对吧 你们家生了双毛胎 你给他分的 谁也不好分 对不对 那就是老大老二 穿的衣服什么都是一样的 我们在早期 就就跟大家解释过这问题 所以 那这样的命名的说法 其实跟我们当初谈到的故事 基本上是一样 他讲说病毒分离出新的命名 可以按照这个概念去命名 那临床表现尚待确认 那作为SARS跟SARS 2.0 都是人受共患的 而且是对整个病毒类进行 显示出对整个病毒类进行 整体研究的需要 对吧 国际病毒分类委员会 是由专业的病毒学部组成 完全是按照专业一整套的 制定的病毒通用分类方法进行的 成员是被公认为病毒学的专家 而他不是世界问生组织这种官僚 对吧 是官僚 这事呢 就是说 钟南山 按照正经八百说 他是卫生官员 他是真正的专家 如果他去导向官场 替习近平说话的话 那他就真正的杀人者 就是731部队里面那些医生 那是真正的屠杀者 而他们却知道这事情的本来 而反过来 那世界卫生组织呢 就相当于中南海的官 对吧 我们一定要战胜非典 你三个定 那么一个定够用吗 你拿出三个定来 你长仨屁股 定北京人叫屁股 对不对 没什么 他习近平就叫屁股 他是这么叫的 昂山素季缅甸的总统这么称呼他 对吧 毛克人屁股 那是他的名字 所以你拿出三个定 管什么用啊 管个定用啊 没用的 对不对 那都武汉加油 加你个大头鬼啊 谁还喊呢 是不是 喊武汉加油的都是骗钱的 我跟你讲很多是骗钱的 所以这是一个专家的 这是专家学者的概念 然后他解释 为什么要用这么长时间的命名 那我觉得意义都不大 我个人觉得那是专家们把他成为 真正的学者把他成为 真正的非典2.0 我强调这意思 这是一种 自然的一种命理上的概念 但非典 我们先看这个 打击非典中名声鹤起的王岐山 2013年 这是 2013年的凤凰王写的 所以 为什么他习近平不用非典 忌讳非典这个字 那和这个中南山一再拒绝用非典去命名 因为谈到非典 就是王岐山 王岐山是从非典起步的 在他的带挑 孟学农 在北京市任市长和这个张文康 卫生部长 在4月中旬 2003年4月中旬 蒋延永先生接出事情真相之后 这两个官 一个地方官 一个部门官员 全都被拿下 在被拿下的时候 那当时的这个胡锦涛 照顾邹家华 惹不起邹家华家里面人 就把王岐山从海南省委副书记 海南省副省长调到北京 处理非典 王岐山用的方法建立小唐山 把这些人死在里头 烂里头 王岐山声名鹤起 所以当你在中共的官场上 说非典 所有人都会纪念王岐山 这是习近平不接受的 因为习近平的有了今天 是王岐山一手托起的 就像王岐山治愈非典一样 托起了习近平 所以在习近平的眼睛里 他不能接受任何人在他面前 谈起王岐山 我以为是这问题 王岐山爱将蒋超良 被撤职 这种回到概念 所以在这个苹果日报在报道的时候 当今天的消息一出来 这个蒋超良 湖北省的副省长 湖北省的省委书记 被英勇代替 他的反应就是王岐山的爱将被代替 再次显示出在这种明明是非典的背景之下 习近平不容 推卸责任的时候呢 还把他掺 就是把中共官场的一切 在这种搏杀中 在这种瘟疫中 他已经完全成为了一种主战场 也就是说 从瘟疫 从非典的这个疫情 自然灾难当中 已经衍生出对习近平的政治威胁 而这一份政治威胁 已经逐渐在显露在人们的视野中 所以他的概念 我这么套用的概念是 让大家看明白 习近平对王岐山的惧怕 忌讳和他的无能 而事情的本身 却应对着他习近平方德始终那句话 2017年 19大 王岐山配合习近平 打掉其他人员 王岐山落退 习近平说了一句 方德始终 到了2018年 王岐山成为国家副主席 一拍桌子 一拍桌 宣安市一拍桌子 所有人都记得那一幕 王岐山以为 习近平 王岐山 这个栗战书成为三驾马车 那是向国家转型的概念 他万万没想到 习近平当得手之后 扭过脸来就把他给切割了 扭过脸来把他切割了 他变成了纯粹的独裁者 习近平废掉了所有 坑掉了所有 以死相报的那种对应的 帮助过他的人 他只听王沪宁的 人之初性文恶 那当非典再出来的时候 他不能接受王岐山的名字 所以反映出习近平在 他的心胸狭隘的小人 同时在这种大的天意之下 他将成为被淘汰者 这个东西他是待不住的 他成为被淘汰者 而对所有其他的人呢 就展现出一种生命本质的问题 大家遭到的灾难 是习近平的生命本质的暴露 跟共产党结合在一起 在王沪宁这样的这种 背后有着 有着腰鬼磨的 这种影响的背景之下 整个中共王朝崩溃的过程 所以要自救 就是我们说要自救 贫富弱步回心转 看看死气到来前 讲的是这句话 我觉得其他中共的官 当大家意识到 习近平对王岐山的态度的话 任何一个官都比不了 王岐山对习近平的贡献 和他的重要性 所以包括他刘鹤在内 陈一新呢根本都算不上 包括他刘鹤在内 有一个算一个 谁也比不过王岐山 那习近平砍掉王岐山 既会飞点二字 这就是所有中共官 在习近平控制下的 你的命运 也是天灭中共 自然展现出来的故事 感谢朋友们的支持 感谢朋友们的支持